天主教开放日 COH成立于1998年 当时有几个门抗热成的年轻教友 希望将天主教的信仰 去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当时还在旧圣堂 只有有限的资源和经验 没有厨房 没有晚餐 没有固定聚会的时间 更加没有既定的节目模式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 初期的成效并不是那么理想 每次参加者的人数也很不稳定 虽然是这样 但是藉着精神的带领 加上大家永不燃气的精神 有不少参加者 藉着这个活动去认识了天主 加入务道班 继而领洗成为基督徒 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 天主教开放日 也都不断地改良和夹身 随着新圣堂的建成 天主教开放日的模式 已经改变了成为一个有供应晚餐的聚会 加上有了每年固定的日子 和圣堂内一班兄弟姊妹义工 在各个不同的范畴上的帮助 使得天主教开放日 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去为圣堂的服务 继续它福全的使命 天主教开放日 近年的参加者人数都很稳定 每次最少都有一百多人 天主教开放日 有许多为人遵遵乐道的精彩环节 例如 各行各业看天主 教你几分钟 和不同的游戏等等 这些节目都很深入民心 除此之外 天主教开放日 也举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周年活动 例如 福全工作坊 音乐分享会 和话剧等等 这些节目也都很受 教友和非教友的欢迎 除了01和02年 圣堂重建这两年 暂眼间 天主教开放日 已经达入它20周年了 最近这几年 我们天主教开放日 尝试用不同的制作 去给予参加者欣赏 例如拍摄 例如拍摄 不同电影和电视话题的短片 现场画剧的演出 甚至拍摄原创的微电影 去带出当晚的主题 务求带给大家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用不同的形式 去将天主爱的信息 带给参加者 我们也都尝试 将晚会的精彩照片和影片 上载到我们的网址 和我们的面书等等 我们想将我们的节目 用互联网 带到未能参与我们晚会 或者身在海外的朋友 让他们都能够欣赏到 我们精彩的节目 最后 我们再次鼓励大家 去继续支持天主教开放日 将这个活动 带给身边的朋友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会见到更多更多 兄弟姐妹来参加 天主教开放日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是你令我今生也各无限 是你令我变改 交出智诚和热爱 让我供你牵手 同沉迷路去 现在 幸有基督在 谢谢大家